我是庄浩文 这个地方我文章已经发布好久了 我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 它上面写的是原木陵煤矿公司旧址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多层的身份 就是原葡萄牙领事馆的旧址 这座建筑建造于1912年 是哈尔滨著名的设计师 尤比日丹诺夫设计 它位置位于阿石河街的39号 是文艺复兴建筑风格 现在是省委第一幼儿园 原主人是斯基德尔斯基家族 第三个儿子所罗门建造的 它跟宜元街三号建筑同属一个家族 可以看得到这个建筑的设计特别的精美 这里应该就是正门的位置 可以看出建造的左右是成一个不对称式的 上面还有一个圆顶 这个设计师设计了哈尔滨很多著名的建筑 例如东北列事馆 原日本领事馆 圣母拼盟教堂 这里有个卷帘门 卷帘门没打开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这个葡萄牙领事馆 是这个所罗门花钱买的 买的葡萄牙的领事 然后这个位置自然也就当成了他的领事馆 建筑侧面的位置 那他为什么道士旁上写的是牧林煤矿公司呢 是因为所罗门曾经在张作霖手里买下了牧林公司的那个 买下了那个煤矿的三十年的开采圈 我都没注意我是怎么走进来的 后来呢因为所罗门呢曾经支持过日本人 被苏联红军呢所带走了 最后他们哥俩一个是所罗门 另一个叫什么呢忘了 他们俩死于苏联的集中营 可以看上面的扶手是石墓的 在离远的时候放出来 离近的时候才发现它有许多的小细的裂纹 这个大理石的地面应该是后铺设的 旁边的扶手啊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些年代感 因为现在这是个幼儿园我们进不去 但是我从窗户上看的话里面还是挺漂亮的 也是石墓的扶手下去的 这是建筑的高树坛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斯基德尔斯基家族 这个家族发家史故事太长 最后不务正业的二儿子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活了下来 逃亡到了英国写下了凯恩斯传震惊世界 成为英国女皇寿勋的皇室勋爵上议院议员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 今天的视频拍摄到这里